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4章的高速恶利界 part2的部分 第二题一致2x加1 它是这个f等于6x立方加cx平方加3的一个因式 那我们就可以用因式定理 因式定理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的x如果带负1分之1的话 它会等于0 所以我们就讲说 f负1分之1会等于0 然后这边的右边的话 把x放进去 负1分之1的三次方加6乘6x立方 加上c负1分之1的平方加c 平方立方的话会得到负1分之1 越减一个2 你就会得到负4分之3 再来这个负负得正 224对吗 4分之c 每一项如果乘以4的话 它你就会得到12减3得到9 拉过去对面你就会得到c是得以负9 OK 之后呢 它就要你因式分解这个fx 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因式是这个负2分之1 那我们把这个c是负9给丢进去了之后 我们再做综合出法 综合出法要注意的是呢 你用负2分之1的话 6拉下来乘负2分之1得到负3 两个相加得到负12 乘以负2分之1得到6 两个相加得到6 乘以负2分之1得到负3 然后呢得到0 余数为0 这个一定如果是因式的话呢 一定是余数是0的 过后记得再除以2 就会得到3 负6 还有3 那我们就会得到说 它其实是2x加1 乘上3x平方减去6x加3 后面这一边好像每一个相都可以除以3 那我们把3给提前去 给提前去了之后呢 x平方减2x加1呢 好像是完全平方 就会得到x解1的完全平方 过后呢 他再问说不等式的解 小于0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这个是小于0 我们就会有两个1 然后呢 这个负1分之1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正负正负 他要小于0 就是拿负的部分 刚好这个1跟1 直接是没有空隙的 那1就不能拿了 如果他小于等于的话呢 等于1呢 是可以拿的 OK 负1分之1以下 所以最后来讲呢 就因为这个空隙圈 那我们也不看了 那他的解呢 就是x小于负1分之1 就这样 OK 大家看这题第三题 解这个不等式 就是我们把228x-48呢 拉过去左边 过后呢 再进行因式分解 我不晓得他是讲因式分解啦 Jerome 可能他是按计算期啦 不过呢 我们三次方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按计算期的 OK 那最后呢 他找到的这三个 就是x-4 x加6 还有x-2 过后呢 就是我们 用这个输线 好像大家 上太久了 忘记了 就是这个题目怎样解啦 这种不等式 我们看他的这个 等于0的话 就是x-4 等于0的话 x-2 等于0的话呢 x等于-6 过后呢 就从最右边开始 振负振负 他要小于等于0 有等于的话呢 就k星的就是10星的圈 过后呢 小于0 就是拿负的部分 所以最后的解呢 应该是这样子写的 x-6 或者2-x 小于等于4 后面给的答案呢 他是用那个范围 x属于 负无限大到负6 这个是可以等于的 他就用方框5 连这个2到4之间 这样子的写法 也是可以的 ok 两个写法都是正确的 可以吗 好 再来看第二题 这个是第一题 选择题 不等式的解析 这个是分式的 那我们要把负义 给拉过来变加 我们放大一些 ok 拉过来变加 过后进行通分 这边通分好像漏错了一点 有吗 因为是加嘛 对不对 应该是加 1加这个x-3 那这个前面是加的话呢 跨幅拆掉也好 符号也没有改变的 所以这边呢 就变成错了 非常快了 就死掉了 ok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了 非常前面的就错了 然后呢 1-3其实是负2 那这边呢 是有3跟2的 如果你等于0的话呢 是3跟2 然后呢 再画竖线 再画竖线 然后正负正 你要小于0 所以它是2跟3之间 我们再看选项 2跟3之间 答案就是a了 ok 不是很难吧 对吧 这个没有很难啊 可是做错了 这个步骤来讲呢 要小心啊 非常可惜 再来这个 好像已经因识分解好了 对吧 这个完全呢 是不用做任何东西的 直接可以看 它分母有一个x等于1 对吗 如果等于0的话 x等于1 然后呢分子的话呢 有两个0 x平方这个呢 就是两个0 然后呢 x加1的话呢 就是负1 然后呢 正负正负正 这个是我教的做法 只要有平方以上呢 你就放两个 不是不是 应该是讲 双数次方 你就放两个 单数次方 你就放一个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正负正负 然后呢 它要大于0 不能等于 所以呢 就是大于1 还有小于负1 这个大于1跟小于负1呢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 x的绝对值 大于1 对不对 这个写法 其实也可以接受 所以呢 那个答案呢 应该是1 应该是1 ok 好 第二题 再来看这一题 这个大于等于1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1呢 拉过来变简了 变简了之后呢 就要通分 Jerome做到有点快 他做的方法来讲呢 好像不是把这个1拉过来 而是把这整个拉过去对面 所以你会看到呢 它是小于等于0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拉过去对面的话呢 它乘过来呢 就会是x平方减7x加12 再减去x 所以直接变成减8x 过后呢 在因子分解 就会得到x减6 x减2 分母就是x减4 x减3 再画数线呢 正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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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然后呢 要小于等于0 要注意的是分母不能等于0的 所以这个4跟3呢 必须要是空心的圈 这个呢 没有Jerome呢 就没有注意到了 过后呢 这个6跟2呢 是实心的 ok 然后因为小于等于0 我们就要拿负的部分 所以呢 2小于等于x 小于3 还有4小于x 小于等于6 因为你会看到呢 它其实cde都很像 只是play with 那个等于的部分 对吧 就是在那个等于那边 有一些有等于 一些没有等于 范围呢 几乎是一样的 ok 所以第六题的答案呢 第三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一样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哪一边是实心 哪一边是空心的 再来看这一题也是分数的 分式的 那把2呢 拉提过来前面变成-2 过后通分呢 就变成-2x 然后呢 错在哪里呢 Kavin 一通分呢 那个平方就漏掉了 非常可惜 对啊 非常可惜 所以如果你变成3x-2x 你就会得到x 但是这个是错的 这个3x是有平方的 -2x-1 因式分解 应该是3x加1 x-1 然后呢 等于0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有等于1 等于0是分母那边 还有等于负3分之1 那因为分母是0啊 所以0这一边是空心的 这个要注意了 分子的就可以是实心权 正负正负 小于等于0 那负的部分 最后呢 你的x呢 是小于等于负3分之1 0小于x小于等于1 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应该是C 也是又是1 非常可惜 Kevin呢 你做题 请你打醒12分精神 非常多的那种 careless mistake 但很多同学就讲 老师我初心 你初心了100次呢 你这个就不是初心了 你这个实力啊 是真的是有点抗忧了 因为有实力的人 是很不太会出现初心的 所以初心不初心 初心跟细心呢 也算是一种实力来的 如果你有实力的人 就不会不太会出 出这种初心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你也要再注意一下 OK 再来看这一题 也是一样分式的情形 我们把这个 2-x分之1 把它提前来 变成减法 过后呢 我们再交叉成因式分解 你就会得到2乘2-x 然后呢 分母两个相乘 这个乘过来 就会得到3x加1 这边你拆开的话 是怎样呢 2乘进去224 对吧 2再乘进去呢 减2x 负再乘进去呢 负3x 然后呢 负再乘进去呢 就会变成减1 负2x-3x 应该是负5x 这个没有错 4-1呢 就会得到3 也对 过后呢 你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把 x前面的系数 不可以有负 所以这边提一个负出来 这边也提一个负出来 把它变成 然后呢 提了之后呢 两个负负负又得真 所以这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呢 你就会有三个 三个数字 你要注意的 一个是x-2 另外一个是5分之3 还有这个3x加1的 就会是负3分之1了 OK 没有等于那就好办 正负正负大于0 他就要拿正的部分 最后呢 你再写一下你的答案了 所以金银已经是做到差不多最尾部了 最最后的一个步骤呢 只是没有把那个答案呢 写清楚了 所以这个 请记得要怎样写那个 写那个答案 所以我参考后面的答案的写法 它是这样子写的 解极 前面写解极等于这个x 然后呢 一直负3分之1 小于x小于5分之3 Do how 你可以写过 我比较建议说要写or 或者过 x大于2 OK 然后呢 最后呢 最好还要写多一个 是x属于R 这一般上我都会補的 因为我们学的数呢 都是实数 OK 第二题 x值之范围使到这个是符合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x分之2呢 把它提前来 然后有分数 我们就通分 通分了之后呢 再用三次方的话呢 三次方的话呢 你可以按计算器 对吧 你可以按计算器 或者你可以用综合处法 我比较建议说你即使按计算机 偷按计算机都好 你要把那个综合处法给写出来 因为这个有评分的 老师要看到说 你是怎样得到的 你不可能讲说按计算器 理论上来讲没有错吧 因为他这个选 既然他给你这个 给了你这个计算机的型号 这个计算机的型号 可以解这个三次方 理论上来讲 我是可以直接的做出来 Anyway我是建议啦 我还是建议说 要把那个综合处法给写了一下 Jerome你好几次呢 都是犯这个错误 这个怎样解呢 有一个X 这个X你是漏了 因为你是通分 你不能说每一项乘以X 为什么不能每一项乘以X呢 这个是不等式 不等式你乘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确认它一定是大于0 你才可以乘 你不大于0 你小于0会怎样 扶他就要对掉 所以变成了如果我不知道说我乘的这个东西是正还是负的话 那你就不能这样冒冒然去乘了 所以这一边呢我们都建议说一直的做通分就好 尤其是分母 也不是尤其 就是说当你的分母有这个X这个位置数在里面 那你就做通分 不要做乘以X的这个动作 OK 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漏了这个X 分母X 过后呢 怎么解呢 我们有X等于1 就是X减1等于0的时候 X就会等于1 还有分母这个X就等于0 还有这个X加1呢 就是等于负1 还有这个X加2呢 就是等于负2 从最右边开始 正负正负正 小于0 所以是负的部分 最后呢 再写一下你的解 负2 小于X 小于负1 或者0 小于X 小于1 OK 这个呢 才是你的真正的解误 第三题 解不等式 X加4 大于X加1分之28 有分数的 我们就把它拉前来 进行减法 对吧 进行减法了之后呢 就进行通分 这个通分好像有点奇怪 对不对 应该X加1呢 乘上去这个X加4这边吗 对 为什么就变成28乘这个X加1 为什么28要乘X加1呢 28都有这个分母X加1了 干嘛他那里要乘 所以注意哈 这个乘法也是 也被你做得很奇怪 这个X加1呢 是乘上来左边这边 所以是X加4乘X加1减去28 OK 你展开他 你就会得到X平方加5X加4 加4减28呢 就会得到减24 再进行 因式分解 你就会得到X加8 X减3 那你就会有三个值了 X等于3 X等于负1 X等于负8 正负正负 大于零取正的部分 最后再写一下你的答案 负8 小于X 小于负1 或者X大于3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解 好像都不是很难 对吧 好像都不是很难 减减呢你要再练习多一点 有非常多的那种初心错误 你做10题10题都这样初心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分的 对吧 零分的 也不能讲说 老师我初心给你一个分之五 没有分就是没有分的 而且你是在第三步就做错了 OK OK 10次都 10次都初心就 对于我来讲很难 我看到你错误的地方 都是一些初衷的 老实说 难听讲一句 从中的那种阶段的东西 不是很难的东西 说错话 你要再加油 真的练习要做多一点 好吧 OK 我也没有要骂你 这个理科班 理科班的数学就特别难 我只是说 每一次同学 我等下再讲故事 我来看一下这题 第四题 X下一除以2 X平方减 这个也是一个分数的分式 然后把它拉过来变解 对不对 再进行通分 这边进行通分之前 他发现到X平方减3X 加2可以因式分解 变成X减1跟X减2 也就是说我在通分的时候 后面只需要乘X减1 不需要乘完两个 所以变成了这个 前面的话基本上不用乘任何东西 因为这个分母就是X减1乘X减2 这个要关回下来 然后我们乘过去变成X减1的完全平方 展开就会得到X平方 加减X平方加2X减1 也是非常好 过后减出来了之后 每次经营做到最后一步 好像不懂怎样处理 对吧 你要抽一个负 你要抽一个负X 抽负X把负去掉的时候 符号就要对掉 然后这里有四个数 第一个是3 第二个是2 1 0 3 2 1 分子的话是0跟3 所以0跟3是实心的 因为它是有等于的 小于的话是取负的部分 正负正负取负的部分 所以最后再写一下你的答案 0小于等于X 小于1 或者2小于X小于等于3 好不好 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的答案也有正确 OK 经营比Kavin好一些 卡在最后面 这个真的是差一点点的 学起来 好吧 学起来就可以了 应该不是大问题 Jerome是最好的 基本上 但是还是会有错 这边还是有错 那这个怎样做呢 他把X加1给拉过来 然后进行通分 这个真的是这样吗 好像是哦 非常复杂 通分好之后 这边展开 就得到X立方 加3X平方 应该是什么 加1加2 这个好像是任何时候都会大于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看的 这个不看的 最后呢 是2 1还有0 210 然后呢 正负正负 小于等于 所以这个分子是可以等于 分母要空行圈 所以你每次忘记这个空行的圈 但是你的答案又对 OK 最后呢 是X小于等于0 1小于X小于2 这个是正确的 OK 只是说这边是有点弄错的 好 再来这一题 这一题有少许的难度 它是讲说 根号2 是在这两个数之间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说 哪一个比较大 哪一个比较小 对吧 然后呢 你翻看那个part1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分子加1跟分母加1呢 那个数目呢 会变小 所以呢 我们就判断出来 这个X1分之X4呢 会比这个X分之X3呢 来的小 所以它正确的 那个不等式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 OK 过后呢 我们再做前面跟后面分开 做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X分之X加3 大于等于根号2 自己想做 这一题的话 你可以把根号2给拉过来变简 诶 哇好像是沉过去诶 那沉过去好像不太对哦 如果是这样 把它拉过来变简 根号2 通分 然后做出来 我再做一下 这一个不是很对的 我先写一下那个题文 X加4 除以X加1 小于等于根号2 小于等于X加3 除以X 那我们先做 先做后面的话 先做 先做后面的话 我们会有X分之X加3 减根号2 会是大于等于0 通分X加3 减根号2X 所以X大于等于0 然后1减根号2 的话呢 会是负值 我们对调一下 根号2减1 根号2减1 然后呢 就会变成减3 这个呢 符号就要对调 符号就要对调 所以呢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结论呢 就是说 它是 根号2减1分之3 还有 0 之间的一个值 那问题是 这个值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在进行 有理化分5呢 就是乘根号2加1 乘根号2加1 我们就会有分5 就是2减1 对吧 那这一边呢 就会得到3 乘根号2加1 这个才是它真正的一个 有理化过后的一个数 数据 OK 然后呢 我们再做后面 在做后面 x加4 除以x加1 减去根号2 这会小于点 对吧 应该是这个 拉过来 过后呢 我们再进行通分 x加4 减根号2 x 减根号2 然后呢 x加1 是分模 然后又来一次呢 1减根号2呢 是负值 我又换成根号2减1 然后这里也换一下呢 变成了 根号2减4 ok x加1 然后浮汉又对焦 呃 ok 然后 我就会得到 呃 这个值应该是负值 这个是负值 除以这个应该也是负值 它的这个负值应该是蛮大的 这样的应该是负值 跟这个 根号2减4 所以根号2减1 我们再算一下 这个是多少 哈 问题是这里是要 大于 跟这里要小于 Alright 然后我们再乘 有理化分母 根号2加1 有理化分母 根号2加1 乘进去分母是2减1 就会得到1 然后呢 这个展开进去 就会得到2 减4 根号2 加根号2 减4 OK 会得到负2 减3 根号2 嗯 呃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字 所以最后我们再 combine 一下哈 呃 combine一下我们要 呃 overlap 两边都overlap的话 嗯 两边都要overlap的 两边都要overlap 所以好像就是只有这个部分吧 因为负1以上可以接受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 我看一下这题的答案 x的值 这个第六题 呃 x的值就会在这一边之间 那问题来了 这个值是多少 我们再按一下计算机 啊 按一下计算机 因为它 给我们的是 求证整数 啊 求证整数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零到 零到 零到 呃 所以它是7点多了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x的值呢 他们就取了x等于17 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不晓得 呃123456 为什么不可以 不晓得 呃 还有3加3个 还有2之间 然后呢就会得到是7.26到6.26之间 所以就只有一个值而已 呃我我我感想为什么这里是 所以我说 是有点错 这边拉过来变简 很很 就一掉 这个生 这个负 然后 他 有对掉了吗 小鱼里面 原本是小鱼里面 变大鱼里面 这个有对掉吗 原本是这个拉过来 原本大鱼 大鱼 最后跟小鱼 这样是真 原本是小鱼 跟大鱼 呃 大鱼的话 这是负力比较差 这一个的确是负的值 呃不晓得是哪里出的问题 反正这问题比较正确 后面反正后面给答案是7 啊 后面给人拿自己 呵呵 我要再看一下 呃到底是 这个比较对 还是我这个 算到的这个是比较对 哎 我们倒不如直接拿 任何的词 1加1 是等于2 1加4 4等于5 5除以2呢 是2点多 呃 1加3是4 4除以1是4 呃 4除以1是4 呃 4除以1是4 感觉上1不行 哎 为什么刚才1 这个是4 这个是2.5 这个明显呢 就不是1.1啊 1.4一4啊 所以刚才那个这个呢 好像是有点错误的 嗯 OK 稍 等下我再看一下 啊 等下我再看一下 到底 这个肯定是对的 这个肯定是对的 然后呢 我们分开的解了之后 呃 两个的不等式 overlamp 我们应该就可以得到 那个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词 呃 我是不太想说 为什么我这边弄错了 哎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啊 一起提 等下我再看回 第六题 解不等式 哎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 把X下E 啊 把它拉过来变解 注意要有跨弧 然后有跨弧的话呢 它通分 呃 通分 通分的话 呃 经营做的方法呢 是-X 乘上这整个 再用-E 乘上这整个 所以他写了两次 过后呢 再展开 展开了之后呢 再呃 再 再整理一遍 整理了之后 他会得到-X X平方-2X加3 所以X-1X-2 这个负去掉了之后呢 我的大于等于就变成小于等于 然后呢很多同学呢 不是不太会处理X平方-X平方-2X加3 这个东西怎样处理 好 我在这边写一下 呃我们进行配方法的话 我们就会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刚好是1 也就是说我把3拆成了1加2 那前面呢就会得到X-1的完全平方 再加上2 前面这个值一定会大于等于0 再加2肯定也会大于0 所以这个值呢一定是大于0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会影响他的正负 因为他一定是正的 ok 所以你就把它直接的当作没有 然后呢我们有三个值 一个是2-1-0 ok 这个3并没有 2-1-0 正负正负 然后呢小于等于0 我的0呢就可以拿 因为他在分子 ok 然后呢再负值的话 我们就会有X小于等于0 还有或者1小于X小于2 ok 所以这个是第七题的答案 第八题 我们只需要进行上下分子分母的因子分解 得到X乘X-3 平方 除以X-6 乘上X加1 过后呢我们怎样做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6 我们看到有两个3 看到吗 因为它平方 你两个的话呢你就要放两个 我们双数次方我就放两个 单数次方我就放一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招数这样子 然后呢X呢我们就放0 在下一呢我们就放负1 从最右边开始正负正负 因为它这里有两个嘛 它卡在中间的是正 可以这样看 然后呢负正 所以正负正负正负 来我帮你修摆了 然后呢它要大于等于 所以它的3 它的0其实是可以等于的 还有它的3也可以等于 对吧 其余的这个负1跟6呢 就不可以等于了 然后呢要大于0 所以是要拿正的部分 还有正的部分 OK 所以真正的解应该是负1 小于X小于等于0 都号X等于3 对这里有一个实行圈 对吧 然后呢X大于6 后面答案好像有点问题 我认为我们再重复一点 这里其实已经行了 这里其实已经行了 OK 好 所以这里是我们的真正的解 可以 OK 再来下一题 解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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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有根号的不等式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 要判断说 诶 分 根号里面 必须要大于等于0 所以2X-1 大于等于0 我们就会得到X 必须要大于等于2分之1 过后呢我们再两边取平方 对吧 两边取平方 其实还有的就是这边如果是正的话 我要小于正的值 对吧 小于正的值合理吗 合理啊 小于正 因为这个肯定是正的 小于4呢是合理的 然后我们就要继续做 然后呢我们两边取平方 就会得到2X-1 小于16 1拉过去加11 变7 2拉过去除 变成小于2分之17 所以你再把两个数线 画一画 它要大于1分之1 对吧 这个是条件一定要有的 然后呢它同时要小于 小于这个2分之17 所以呢它overlap的部分呢 应该是在中间 那我们的解呢应该是2分之1到2分之17之间 所以这几个答案呢应该是B 应该是0 好 再来这一题 也是一样 X要 X加2要大于等于0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X要大于等于-1-2 1分之1 如果我看负的话呢 X是在0到-2之间 基本上它就不用解了 为什么 我这个根号里面的值呢 它一定会是正的 正的值大于负的值 这个肯定是符合了 所以-2到0呢我们一定要全部都拿 -2到0全部都拿 我们不用看 OK 过后呢我们再考虑说如果是在0以上 X大于等于0的话 我们要两边开平方了 两边开平方 我们就会有X加2 是大于X平方 再把它拉过来变简 过后应是分解变成X-2 X加1 我们就会得到-1到2之间 你在combine之前的哈 我们之前已经讲了-2到0之间 -2到0之间我们一定要 我们已经要了 对吗 -2到0之间已经要了 已经要了 过后呢在-1到2之间我们又要了 对吗 -1在这里-1到2之间我们又要了 所以最后呢你会看到的是 他应该是-1-2 小于等于X小于2 这个才是他combine之后的一个范围 OK 第二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B了 第二题的范围 第二题的答案是B 第三题这个也是有根号的 首先根号里面大于0 我们就有2X-3 大于等于0 X要大于等于3 再来4X加1大于等于0 X要大于等于1 这两个呢你会看到呢 这一边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值 就是说那个条件比较严谨 那这个呢我们就不看了 OK 或者你可以讲说这两个的homilever部分 是上面这个 我们下面这个就不看了 过后呢我们把它拉过来 变成加 我们也不知道谁 两边应该都是正的 像我们也不 两边是正的话呢我们就取平方 取了平方得到2X-3 小于4X加1 2X拉过来变减2X得到2X 这个加1拉过来变减1得到-4 除以2呢就会得到X大于-2的 大于-2 X大于-2又要大于2分之3 哪一个比较哪一个范围比较小啊 这一个范围2分之3范围比较小 所以最后的解呢应该是1 不是选A OK 所以你一定要去检验你的根号里面呢 要大于等于0 这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OK 不要看 不要看到哦 不管是这个是1 取了平方 做到最后就圈那个答案 OK 所以这些答案呢应该是1 0还是1 好 再来看这一题 我们呢 这个也是有根号的情况 首先根号里面5-2X要大于等于0的话 加5拉过来变减5 两边除以负 再除以2 处理负要符号对调有对调 所以X要小于等于2分之5 这个条件呢 是重要的 过后呢因为还要大于这个X加5啊 如果我的X加5大于等于0的话 也就是说它是大于等于负5 大于等于负5 我们要继续的做 如果它是小于等于负5 那我们就不用做了 因为它是负值 负值 根号里面是正的 正的肯定大于负的 就不用做了 问题是哈 因为这个条件关系 小于负5是不可能的 OK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做取平方 取平方呢就会得到5-2X 大于X平方 加2个前程后是 2个前程后 10X加上25 再来把5拉过去 你把这个拉过来啊 变成负X平方 再减12X 然后呢再减20 再全部乘以负 就变成原本是大于0 变成小于0 过后应是分解呢 X加2X加10 那你的 就是负2X10 正负真 它是要取到 这两个值的之间 问题是 不对哦 这个是小于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的条件 OK啊 它的条件来讲呢 2分之5以下 这个一定要有 过后呢 负5以下来讲的 负5以上来讲 我们是看 负10 到负2之间 这边我们要拿 对吧 负5到负2之间 这边我们要拿 过后负5以下呢 我们要全部都拿 对吧 负5以下全部都拿 因为我刚才讲了 如果你的X 是小于负5的话 右边是负 左边是正 那全部呢 我们就要取 所以最后呢 我们combine在一起呢 负5到负10 又要拿的话 我们最后的解呢 应该是 X小于负2分子 这集的答案 负5到负2呢 是你考虑正的那个部分 你还要再考虑 小于负5呢 是全部都要拿的 OK 负5是不实行 负5实不实行 其实不太重要 因为大于等于 你这边可以大于等于 或者你是选大于 都可以了 这个因为你把它 作为分界里 有一边是大于 有一边是小于 一个是大于等于 一个是小于 所以最后呢 一个是有实行 一个是没有实行 到最后 因为我们负5以下 全部要拿 过后呢 这个负5到负10之间 又要拿 那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负2以下 OK 所以这集的答案呢 是负2 X小于负2 OK啊 很难哦 很复杂的 这个要考虑很多东西 这一题也是一样 4-X要大于等于0 我们就得到X 是小于等于4 再来2X-3要大于等于0 我们的X就要大于等于2分之5 所以也就是说呢 它必须要在2分之5到4之间 对吧 它必须要再夹在这个 之间 过后呢 你把减拿过去 再开平方 在这个拿过去变夹 这个拿过来变减 X呢就要大于等于3分之7 3分之7是2点多 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对不对 3分之7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多一个条件 是要大于3分之7 所以最后呢 夹在这两个数之间 所以我们的减呢 是3分之7 小于等于X 小于等于10 OK 注意啦 你的人非常 你们经常漏掉的 就是根号里面大于等于0 这个条件一定要看的 一定要看的 再来这一题 首先 我们要知道的是 里面大于等于0 对吧 我们因式分解 这一题 就会得到 X加2 X-4 要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0吧 因为你要乘以 先乘以负啊 对吗 你先要乘以负 你应该会得到 X平方 -2X-8 原本大于等于0 变小于等于0 之后呢 是-4加2 没有错 所以这边你要注意 你要小于等于0 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在-2到4之间 OK -2到4之间 第一个 再来我们的右边呢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它大于负2 对吧 它大于负2 它就是正的 我们就要做 如果小于负2 我们就不用做 但是小于负2有吗 没有啊 小于负2 我们就不看 我们就不去看它 基本上因为我们不符合 这一个根号里面是要正的一个条件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要再看的是 左右取平方 左右取平方呢 就会得到8加2X-X平方 大于X加2的完全平方 展开得到X平方加4X加4 然后呢 把这个拉过来变-2X平方 这个拉过来变-2X 这个拉过来变-2X 这个拉过来变-4 再乘以负2 你会得到X平方-2 -X加2 这个大于变小于 OK 这个是完全平方 不对啦 这个 这个应该是X-2乘以X-X加1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2跟-1之间 那我们再看一下啊 原本是-2到4之间 -2到4之间 好像那个范围更广 所以最后的解呢 应该是这个-1到2之间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2 小于X 小于E 这个才是你的解 好吧 OK 大致上个箱子了